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陽光網球林教練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一下 迷你網球競賽規則 好的那什麼是迷你網球呢 顧名思義就是小朋友打的網球 那為了讓小朋友能夠快速上手呢 現在有針對小朋友所設計的 球網球場以及 網球牌 目的就讓小朋友能夠更簡單有趣的 去學習網球這項運動 好那國際網球總會 ITF針對迷你網球 不同年齡 設定了三個階段 包括紅球 橘球橘綠球階段 那我們今天來討論一下紅球 的競賽規則 好那為大家介紹一下 紅色網球場的規格 好那紅球場呢就像 我們畫面上看到的 他是一個類似 6x12公尺大小的長方形 好像這樣 OK那一個標準的網球場呢 他可以容納四面的紅球場 好也就是說如果打單打的話呢 可以是有8個小朋友 在場上打網球 超酷的吧 好那我們大家為大家介紹一下比賽規則 那迷你網球其實他沒有一個 自視的網球規則 好因為算是推廣型 那我們這邊呢把它簡單一點 好設定小朋友的競賽呢 就打11分 好那當10比10的時候 就是1分決勝負 那每個人呢 是輪流發球2分 好那小朋友的網球場呢 跟大人一樣 好也有底線 發球線 及中線跟邊線 好那發球區呢 就如土手的事喔 可是綠色區塊 跟大人一模一樣 發球的時候呢 也是一樣 必須要發對角線 好OK 那我們這邊來說明一下 發球規則 那發球的時候呢 如果說站右側 我們發到 就必須發到左邊的格子裡面 那如果說 站在右側的時候 他如果發錯 發到同一邊的話 這樣是算out 沒有進 那當然啦 如果說發到整個球場外面 也是out 好 但是 如果你的發球呢 壓到線上 即使呢 站到一根 球毛 也算進喔 好那這邊的教練 學生一定會常常問教練說 那教練哪 到底什麼時候 要站在右邊發球 什麼時候站左邊發球呢 那這問題其實很簡單 只要將兩邊的分數加起來呢 如果 總數是0的 總數是out數的話 我們就站在右側發球 那如果兩邊加在總數呢 是G數 那我們就站在左側發球 所以 非常簡單的 好 那我們現在為大家介紹一下 比賽流程 當比賽開始的時候呢 雙方選手要先到往前 做集合 做個猜拳 我們要決定 誰要先發球 誰要接發球 以及誰可以選場地 好那假設這個比賽猜拳決定 由Lucy 先決定他先發球 好那我們就可以先進行個三分鐘的熱身 那選手 兩邊小朋友呢開始做一個對打 練習三分鐘 好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進行比賽啦 好那比賽開始 由我們的Lucy先發球 那發球前呢為了讓小朋友們呢 能夠記得比數 我們需要習慣先在發球前 把比分念出來 也讓你的對手知道說他準備好了 那我們再開始比賽 OK 第一球呢 Lucy發球失誤 好 那每一位選手呢 每一分 都有兩次的發球機會 所以現在Lucy 準備發第二發 OK 又是out 所以是double fall 那這樣誰得分呢 就是由我們Max得分 好0比1 OK 好0比1 好先喊出來 好接著再發 哇喔 酷 哇Lucy打出一個漂亮的穿越球 好現在 Lucy已經完成了兩分對不對 那現在換誰發球呢 換我們Max發球 好那Max也是開始 發球前 先說1比1 看Lucy準備好了沒有 OK準備好你就開始發球 好發 又是一個漂亮的穿越 帥喔 好那Max在發第二分嘛 開始 一個漂亮的迴旋舌球 穿越 把Max給 穿越了 好 那這樣子 就這樣依此類推 就當比賽呢 看誰 拿到了11分 比賽就結束了 好那這場比賽呢 就由Max拿7分 Lucy拿11分 好由Lucy獲勝 OK 那我們一定要記得 網球呢 是個非常注重運動家精神的 一定要到往前呢 記得跟對手說聲謝謝 然後握手 好那這樣子我們比賽就結束啦 好在這邊跟大家複習一下 我們今天的比賽規則 那紅球競賽規則 我們第一呢 就是先猜拳 好決定只要先發球 接球 還有場地你要選哪一邊 那再來呢 就可以熱身三分鐘 接著 就開始進行一個 11分的決勝局 那當10比10的時候 是沒有Deuce的 我們就打1分 決勝負 那每一個人呢 輪流發球發2分 那我們記得喔 每一分呢 都有兩次的發球機會 好 那這邊特別注意的部分 就是說 我們在發球前要記得習慣的 要練習要把比分爆出來 才不會讓 分數忘記 再來呢 對手出界要記得喊out 那比賽難免會有爭議 那有爭議的時候呢 記得找你旁邊的學長裁判 他會主動來協助你們 最後呢 比賽結束一定要記得跟你的對手說聲 謝謝 握手 好 那 輸贏呢 不是那麼重要的 這個比賽呢 最重要的就是好玩 以上呢 就是我們的比賽規則 好 那今天呢 我是陽光網球 Rick教練 還喜歡我們的教學嗎 如果喜歡的話 歡迎大家訂閱我們的頻道 OK 那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歡迎 在我們這影片下做留言 我都會隨時為大家做講解 好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拜拜